开车上依然是东港桥往市区方向行驶 靠近桥头五叉路口处的路段 两个车道路面都划设有车辆行驶指向性标线 但行驶内侧左转车道的执行车辆 当靠近路口时 常因为右边的执行车道车辆较多 而无法右切进入执行车道 就因此占用到内侧左转车道而被科技执法开单 开罚1800元怨声载道 我们这个基础过路面就反映 我们这个东港桥标线不一致 造成这个要开车的人看不清楚 这个地方路口有一个科技执法 科技执法现在由丹港桥下来的时候 总共有五个标志 头一个第二个第三个都是直线和左转 第四个第五个只有左转 这个标志看到我们车一直塞 塞到看到第四个的时候 我们要直走的时候 它是要左转 所以说车就要迫过来右边 迫过来右边 如果车都变车的时候 车都坐的时候迫不过来 机后就要董在那儿 董在那儿就让它起来 占用左转车道 后面就蹦蹦蹦 这就是科技陷阱被谁了解 这个东港桥上面大概距离路口100公尺处 我们就有所谓的左转的标线 以及执行的标线共同存在着 然而到了路口将近20公尺左右 瞬间转换成只能够左转的标线 那这导致许多的民众在行进车开过的时候 会导致不知所措 那甚至落入我们这个科技执法的一个陷阱 也呼吁相关单位尽速的改善 先远黄定河为此前往会刊 希望相关单位能够改善路面的行驶指向性标线 避免执行车辆误触法规 而遭到科技执法开单 所以说相关单位 看能够这个标识标志来改善一下 备生可以更清楚 让它在走在这个地方的时候 不用怕 不然它是我们就可以董起来 我还几个星期才收到发态 所以说这是对八岁很不公平 拜托很简单位 看标志这个筋来做改善 对此市区工程处头层公务段表示 东港桥五叉路口两车道之间 划设虚线 让车辆能够有较多的变换车道空间 是对驾驶人变换车道最小的影响 地方对行车指向性的标线有疑虑 他们会再来演绎看看 宜蘭新闻记者石世民采访报导